咱们两个人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我可以忍受你对我的任性和埋怨 但不能接受你对我亲人 有一点不尊重 这么多年 我在家任劳任怨 你就像一个甩手掌柜 不帮我分担任何压力 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我就像是被困在笼子里的球鸟 你的掌控欲总是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感觉咱俩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 在你的眼里 好像我就是一个蛮横不讲理的人 其实我只是想要你 多重视一下我的感受 可你的冷漠 真的已经要我心灰意冷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男嘉宾黄先生52岁 来自天津保险工作 女嘉宾刘女士50岁 来自天津保险工作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谢谢 同事对吧 是 在一起四年了是吧 是 以前都没结过婚 是 哦 这可不容易啊 是 这不是更应该珍惜吗 是的 那咋今儿来我们这儿了 因为跟他共同生活了四年了 而且我不只是跟他共同生活 准确地说我们两个人和他爸爸共同生活四年了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在对待老人的问题上产生了不少的分歧 那肯定的 老爷子今天高瘦啊 嗯 80多岁了 跟80多岁老人在一起那不容易啊 是啊 结婚了吗你们俩 我们有这种打算 等于没过门就面临一个那么高瘦的一个老公子 难呢 而且我们不只是这方面有分歧 我们在这个消费观念上和家庭琐事矛盾特别的多 行咱慢慢说说呗 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是跟我爸爸一起生活 嗯 刚开始我觉得他还挺好挺爱干净的 嗯 后来我发现洁癖的太严重了 每天要求我们家里头不能有一点灰 每天上我们爸爸房间里去检查卫生去 我爸身上都不能有一点味 老爷子80多岁了 嗯 他要求每天都得洗澡 那么大岁数人 你说这不是折腾吗 老爷子行吗 身体 身体还好 但是我觉得每天这么折腾 没有什么必要啊 要把他管老爷子啊 您不了解情况 啊 他父亲跟别的老人不一样 他从来不洗 吃完饭就睡 当我给他食了乳 就觉得他的被褥和身上都有味 尤其是夏天 你说这他一点也不洗 身上都是黏糊的都是味的 是洗个澡啊 那个舒服 这也没问题 但是你注意到没有 咱卫生间那个地面 那多滑啊 磕着碰着 这都是安全问题 你想到没有啊 我当然想到了 所以说他父亲进卫生间的时候 我都把鼻擦干净了 完了之后呢 我垫了一个小垫 防滑的垫 我呢还跟他父亲说 你洗完了赶紧出来 出来之后呢 我给您做卫生 您妈也别管 洗完了马上就出来 我已经想到了这一点了 这个行吧 除了这个跟您父亲还有什么矛盾吗 太多了 他就是对我们家的卫生太苛刻了 每天到我爸房间检查卫生 上一次啊 他发现他房间里就有个纸团 他就跟我大发脾气 直烫的嘛 只是一个纸团的事是吗 主持人您说呀 每天早晨 我去他父亲屋里打扫卫生 炕上 地下全都是烟灰 我就跟老人说 我说您啊 晚上千万别抽烟 您要抽烟啊 实在忍不住 您就搁在烟底里 因为你在炕上抽烟容易起火 我怎么说老人也不改 天天是地下抗生一堆 他这样说了也不改 我只能是一次一次的收拾 炎灰这个问题 我给您解释一下 不不这都别解释了 生活习惯的事 你解释没用啊 这是一个现实而无解的一个题啊 是 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冲突跟父亲 等于父亲的卫生 个人卫生和父亲房间的卫生 是一个冲突点 还有什么冲突点 最严重的事啊 他要求我爸爸 八十多岁 每天我们下班要给我们做饭 那么大岁数人 我觉得这个有点过分 我是每天要求他做饭嘛 有的时候我八点多下班 我就跟老人说 我说我把米搁在电盘堡里了 您受累 给我投一下米 插上电门 因为我进门以后就能炒菜 要不然几点吃上饭 我不偶尔一次嘛 又不是每天都这样 最说啊 老人除了在家里躺着就是看电视 连动都不动 就这点小事你动很动就当他锻炼了 动很动很对他身体有什么不好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他都那么大岁数 腿脚又不方便 他生活能自理就挺了不起的了 不是那您干嘛不做呢 我也不会吧 那您跟他没谈恋爱之前 您怎么吃的呀 经常在外边吃 我们生活这么多年都过来了 所以家里就没有会做饭的人 父亲单身多少年啊 有几年了 您说这一个家庭里 所有的活都是我干 我又不是保姆 对吧 你多少学着点 那他在家里干嘛呢 他特别懒 除了下班看手机 手机看够了 就开始画画写字 我这不是有点爱好吗 我下班五六点了 进门又得做饭收拾屋子 甚至是我下班八点多 有时候我加班八点多 我回来了 我进门渴得厉害 我叫着倒杯水喝吧 一倒水哪壶一滴水都没有 你说你六点来中下班了 进门就一壶水都不给我做 家里好像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次赶上也巧了 我是有朋友跟我盯张话 忙着手头自己的事 就把这事给忘了 你当时忘了 我进门又得先做水 再做饭 不容易 确实不容易 对吧 而且我已经很疲劳了 昨天我再跟您说件事 有一天我单位开会 就回不来了 那一天他带他爸爸 一天三餐都得外头吃的 你说我这一天上班 挣点点钱还不够 外头吃饭的钱了 他不挣钱吗 他也挣啊 那不完了吗 但是那我们要每个人 都是这样的话 这日子怎么过呀 我不说你全会做 你学点简单的做饭啊 学点简单的炒菜 你能够我不在的时候 你能给家里做一点 给老人做一口 你不能都指我 我也不是说 每天都在家里啊 其实我听到这儿的时候 就觉得太难了 等于一个人要伺候俩老光棍嘛 是 关键是还没结婚嘛 是 心里当然有怨气了 特难受对吧 对 想的就心里不平衡 客观事实就是这样的 这个事实你改起来很难 咱们再说其他的冲突好不好 我说吧 消费观念 我们俩也太不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了 他呀 太节俭了 我简直受不了 你看买个东西吧 非得用完了再买 然后每样东西不能买重复的 现在网上一点击 随手的送到家多方便呀 他就反对我 而且他就喜欢在实体店里买 现在谁还去那儿呢 多浪费时间呀 我们家狗一叫 邻居说啊 家里还养条狗 我养条狗 他叫妞妞 养了这只狗啊 完了之后一敲门 妞妞一叫 京东人就来给送快递了 每天都有 家里头上下左右 柜子里头全都是他画画的纸 一摞一摞的 鼻都几十管了 他还买 你再说厨房里就别提了 爹一零不是一瓶两瓶 他买的东西都是一包一包的 家里成了储存室了 柜子里头都割不开了 这不是打折吗 赶上便宜多买一点 他买了一个超生的洗眼镜的 这东西可是实用 您看我眼睛也是近视 洗个眼镜多方便 这不几十块钱的事 是方便呀 你洗了几次 听明白了 花钱还花不到一起 您在实铁店买东西便宜吗 不便宜 但是有一点 我在实铁店买东西 我就觉得我能看到到这个东西 它的质量我能知道 而且我拿一百块钱 我知道我节省着花 跟您说他买一件衣服 上衣 西服一千多 他买一双鞋 一千多 现在有低于一千块钱的西装吗 你说 没有 还有一件事情 您知道 他买了一个这么高 那么大的洗菜机 这可好东西啊 安全环保 而且能去除农药 这不提高生活之用吗 我就给家里用了 他买回来 他爸爸就特别的好奇 就说用吧 他这个洗菜机水不到位 他不转 所以洗一点的菜 是原来洗菜的三倍到四倍的水量 这一下他爸就说 这太费水了 用几次谁也不用 又放那了 四千多块钱 你说花钱跟流水似的 他花钱上除了这种 您觉得不应该的家庭消费之外 不会乱花吧 不是 你得有规划吧 家里有老人 要是万一有点病 或者是家里添点麻 你得攒点钱吧 我们这岁数不是年轻的小孩 都是比较实际的年龄了 带着老人生活 你就这么花钱 大手大脚 一分钱存不下嘛 你不能跟年轻的比啊 年轻的是 他后的有父母 对吧 将来有个事 父母给掏 我们不能指着八十岁的老人 我们自身得攒钱 将来有事 我们得承担老人的这份责任啊 你不能说把钱都花光了 他管你管的厉害吗 我买件衣服他也管 生活当中 什么事都管 没自由了 不是 你们不是想买的不都买了吗 十分之一都不到现在 哦 花钱不自由了 还有什么不自由啊 还有 你看 朋友之间互相帮个忙 很正常的事啊 上次来个电话 朋友要我去帮忙 刚打来电话 他直接给抢过去了 直接给我拒绝了 你像我在朋友面前多没面子 他在单身的时候 养成了很多的不好的习惯 从来不拒绝任何朋友 那天他的朋友来电话说 黄哥你给我学辆车 手动挡的汽车 朋友要练车 当然用手动挡 是他朋友的朋友 想讨价照练车 但是我们家呢是自动挡的车 他只能找别的朋友在 去借一辆车 我就说了 他这个朋友的朋友 本身练车就不熟 如果出了问题或者是 把车弄坏了 你怎么跟人家交代 您说说 这一个朋友也拒绝 那一个朋友也不交往 那咱还有朋友吗 再说了 这是我的朋友 你直接拒绝了 拒绝也是我的事 从我认识你开始 就没有拒绝过 只要跟你说 黄哥有什么事 马上甚至是 在家带着好好的 一个电话马上就走 从来没有拒绝 他可能是一次 找到了自己的一个价值吧 行吧 我问几个其他的问题吧 当初您看上他什么了 首先一点 我是一个未婚的人 我要当然选择未婚 他没有结过婚 这是我首选的第一点 因为我不希望 我找一个已婚的 比较复杂 第二点呢 就是我们是在 一个单位认识的 所以我就觉得 他挺幽默的 朋友关系也不错 脾气也好 谁追的谁啊 也不是说我追他 就自然形成的吧 您当时看上他什么了 他还是比较朴实 比较务实的人 务实 我特别好奇 就不知道方不方便问 为什么就是一直都没有 一段这个稳定的婚姻关系呢 您说我 对 你们两位不都是吗 是啊 我个人是因为 之前我做过几十年的美发 下班没点 再加上我个人来说 就是当初那几年挑三拣四 对婚姻我也不重视 后来耽误耽误就耽误 耽误到现在 行 特别坦诚 您呢 我是因为我父母结婚的时候 都四十多了 当我长大的时候 二十多岁 他们已经老了 都有病了 我爸首先得到癌症 我妈妈那封尸 他们都相继都住院 所以呢 我就从我二十多岁 一直照顾 我的父母四十多岁 把妈妈照顾走了 我才能考虑我自己的事情 父母都不在了 都不在了 我用我的青春和年华 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父母 那今天两位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说我就觉得 我和他认识的时候 觉得他脾气挺好的 我觉得我们俩能够生活在一起 也是一个缘分 您还想跟他再往前走一步 对 这个在现实生活里提过吗 提过呀 那您想娶人家吗 我头脑里也有很多问号 就是在生活中 就产生很多的矛盾 我也在头脑里打了很多问号 单身这么多年了 自主这么多年了 自由这么多年了 所有的主义都是自己来拿 现在突然间没有自由 对 要有一个人来商量 就觉得不对了 对吧 是啊 这不是已经在一起四年了吗 对了 就在一起四年了 他都没有说有些事情能跟我商量 习惯了 四十多年都自己做主 你们在好了之后 住在一起 这四年 钱谁管 也没说谁管 就是大钱的时候 我们俩是放在一起 你们俩谁挣的多 他挣的比我多 多多少 几百块钱 多三分之一吧 多三分之一 今天来这儿到底是什么 再问一次 今天来这儿 我主要就是希望他能够啊 对这个家庭将来有一份责任 我也想请各位专家来评论评论 您有没有问过他 他还想不想跟您继续 这样的方式在一起啊 这个我从来没有问过 问一下啊 嗯 我帮您问吧 还想吗 应该是 那你可想好了 没自由了啊 我觉得 真有女人管你了啊 他为 牵扯 就是会干涉到你的交友 会干涉到你怎么花钱 这是婚姻生活的一部分吧 是 接受得了吗 能够接受 确定吗 不确定 不确定吧 其实就是不确定吧 所以您还以为 这关系就铁板钉钉了 我也 可没钉钉啊 人家不确定吧 当然我心里也很变 那你这段关系里图什么呢 但是我希望他有能够所改变 咱人到中年了嘛 咱就说点最现实的嘛 如果他对你好 我们可以理解 对吧 现在等于你一个人 一段感情开始 要照顾两个男人嘛 其中有一个男性 二八十多岁一个老先生 这很辛苦的呀 就为什么呢 因为我出生的一个 比较传统的家庭 既然当初我们俩走在一起 就我觉得就应该 不是你有传统家庭 您就不应该还没结婚 就搬进去啊 我指的传统就是 因为我觉得 既然两个人能够走到一起 他就应该有所改变 他改不了呢 两个既然能够生活一起 他就能够为对方去着想 他没有啊 是是是 所以我们都带着各自的 对美好生活的一个冲击 走到一起 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突然发现 美好生活和我想象的样子 不太一样 对吧 是 所以这个时候 女生的想法是 我希望你能改变 然后回到我想要的 那个美好生活里 对吧 是 先生的想法是说 哎呀 这个美好的生活 没有那么美好嘛 我现在犹豫嘛 我举棋不定嘛 我试继续呢 还是有可能我要跑啊 是不是这状态 是啊 那应该怎么办 各位老师 你们看吧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院 生活将就了以后 累的是自己 又累心 又累体力 我想说一下刘女士 您今年是50岁了 是 但您活得跟一少女一样 您根本不知道 婚姻到底是什么 您想象的婚姻生活是 我为你付出一点 你也为我付出一点 我们两个一起 把这个日子 过成我想要的样子 但根本不是 刚才您跟您男朋友 在对话的时候 他其实一直在犹豫说 我要不要跟这个女人结婚 所以我觉得 您这四年 最苦的一个地方是 您自以为是的 在为这个家付出 的确您做了很多 但是您做的很多东西 并不是能够得到 双向回报的 您是非常清楚地知道 两个男人 没有辞职家 能力的男人 是需要您来照顾的 您很清楚地知道 但您想象的却是 我就想要过 浪漫的爱情生活 根本没有 所以我会觉得 您的付出 到底是为什么 以前那个家没了 为了得到新的一个家 还是您真的 想要一个 您想要的家 如果您想要 您想要的生活的话 我劝您赶紧离开吧 我其实很理解 你们两位的现状 大半生都是 自己一个人过了 然后生活是什么样子 自己已经习惯了 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没有问题啊 你们过去 其实都不想结婚 女士也一样 固然照顾年迈的父母 很伟大 很奉献 但其实核心 还是你不想结婚 我们看到有很多 成了家的人 依然可以孝顺父母 我推测 大概你会觉得 照顾父母 得到的那种 情感的回馈 和你付出 得到的价值的体验 在你心里 是排序第一的 是 你可能在 和男女相处的关系中 至少年轻的时候 你没有得到 那么让你满意的回馈 所以你是放弃了 和男人相处 全身心地 去照顾了父母 是 所以过去 你也不想结婚 你不需要婚姻 男士也是 你过去 一直是一个公子哥 我不愿意承担责任 我老父亲 以前老母亲能照顾 我们都过得 悠哉悠哉 一点毛病都没有 不需要对别人负责任 但是为什么 这四年 你们俩凑到了一起 因为生活在变啊 年龄在长啊 头发在少啊 自己也有危机感了呀 也不能再像过去一样 那么随意地 过自己的生活了 自己会老会病 会需要有人相互扶持 这是现实啊 我们再浪漫 再理想 也抵挡不过现实了 所以现实摆在面前了 我觉得先生 你应该感恩这个女人啊 就你这样一个 这么爱自己 爱享受的状态 随着你父亲的年迈 你照顾得了吗 你甚至连你自己 可能以后真要光棍了 退休了 自己也照顾好自己了 你需要一个女人 既然现实摆在这儿 你选择着需要一个女人 那你必须改变 因为这是生活 你自己不愿意去成长努力 将来搬起石头 砸脚的就是你自己 所以我劝你 改吧 女士也一样 她的爸爸不是你的父母 你做什么 你父母都感恩 都愿意听闺女的 你们是在一个家庭成长出来的 生活习惯是类似的 人家就是不一样 味就味点吧 怎么办啊 老人都有味 你让他天天洗澡 真出个意外 谁承担了后果呀 这个男人也一样 你之所以选择他没有结婚 你觉得很简单不复杂 那你势必要承受 他就是简单 他就是自我 他就是过毒了 否则人家早结婚了呀 这个年龄想走在一起 又没有过婚姻的过往 除了妥协没有别的方法 反正这个年龄能遇到一起 彼此愿意付出挺不容易的 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彼此感恩 彼此珍惜 妥协包容 能够携手往前走 我觉得特别合适 你是典型的叫掌控性情感模式 你是典型的享受性情感模式 就你们俩在一起特契合 但为什么你今天闹到这儿来呢 它不是一个40码的脚 穿一个30码的鞋的问题 是一个合适的鞋里面有一颗小沙子的问题 按理说就有一个小沙粒嘛 我给他倒了不就完了吗 你们的问题就出在这儿 第一有个小沙粒你忍不了 第二有个小沙粒倒不出来 为啥那么小一个小事 在你们这儿就改不了了呢 就有一句老话叫少年夫妻老来办 说的好像是年轻的时候 结了婚老的时候就可以当棒了 他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他的意思是你少年的时候没有成夫妻 老来很难成半 为什么 年轻的时候是我们最容易发生变化的时候 最容易调整自我的时候 所以在年轻的时候 二三十岁的时候 两个人在一起慢慢的磨合 然后为对方慢慢发生一些变化 年纪大了之后就不一样了 年纪大了之后 我们的人生 我们的生活习惯 我们的行事作风越来越坚硬 慢慢的没有办法为对方而发生变化了 所以到最后之后你会发现 鞋子里面有一颗小沙粒 倒也倒不出来 人也忍不了 小事就变成大事 两个人在一起谈恋爱也好 结婚也好 我们得先打破自己 你能打破自己吗 你不能 你的洁癖的问题是一步不能让的 你能打破自己吗 你也不能你生活里面你要享受的东西也是一步都不能让的 这些事如果你们今天年轻二十岁你们都能改 但二十年之后改不了了 但是今天你们站在这儿之后我要告诉你们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就你们的本质啊 你们是很适合的因为一个人要管事儿一个人其实什么事儿也不想管 问题就在于你们还愿不愿意为对方来把自己的某一些生活习惯给打破 让出一些所谓的自由权 让出一些会让自己感觉到不舒服的那些区域 所以两位真正要好好想一想的就这一件事儿不是合适不合适 就是我要不要打破自己让我一中有你让你一中有我就这样 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在四年前您自己照顾您的父亲吗 四年前我母亲还在世 所以你是因为母亲去世了才找了这样的一个女朋友 倒不是 但是我们认识是非常偶然 您母亲去世到您找到这个女朋友来接手您的父亲中间有多长距离 也就隔个一年半在 那么那一年半里头您照顾父亲照顾的是怎样的 还行因为我父亲本身就能生活能自理 假如不是您的父亲的话您还会考虑和他在一起吗 会的 犹豫 我就想看您要犹豫多久 这一个停顿咱中间究竟要持续多少秒 怎么说呢 我觉得吧就是我跟其他老师观点还不太一样 就是咱都已经读到这个时候了 没必要非得在一起 就两个人都已经能自得其乐了 两个人都把自己的单身生活理得挺顺溜的 自己照顾自己的老人 自己照顾自己 自己有自己的兴趣爱好 其实已经都挺好的了 在这个时候让你们打破谁 你们都打不破 你们应该找到的就是正好他和我一样 或者是正好他喜欢的我觉得也不错 找到这样的人你们的这一个接下来的日子才好办 就像他买那个超声波洗眼镜的是吧 我们家老公也买了一个 他买了以后他再洗 洗完了以后我会很高兴的 太阳眼镜能洗吗 那我的什么首饰能洗吗 我一个个拿过去跟他试着玩 看这东西到底是智商税呢 还是说真的把有一些东西给洗了 那么这个叫做你喜欢玩 我喜欢餐和 但是你却不管他买的这个东西好不好玩 你有没有兴趣 你都完全没兴趣知道 没兴趣使用 没兴趣了解 他喜欢的 在你看来都是错的 不管是写字了 还是买这一些网购的东西了 所以当您在干预和你不欣赏 他所持有的各种习惯的时候 你们这一桩关系就已经到了为生 你们缺少当初在一起的时候 比如我们共同看着孩子出生 我们两个人经历过一起 把这个小家庭慢慢的操持成大家庭 所以我们能忍 你们都没有 你们没有过去 你们只有身硬的 想从对方身上剥掉他的习惯的决心 那就算了吧 好疼的 他的那些兴趣爱好挺好的 换一个女士可能会很欣赏跟他一起玩 而您的那一些小洁癖 自然也会有一个人 可能会觉得挺好的 家里收拾的 整整齐齐的 好有家的感觉 但碰巧不是你们彼此 都拿四年的时间来证明了 两个人不适合 真没必要再去将就了 早点分吧 就一个要求 就一个要求 如果您真觉得这位女士 不管不顾飞蛾铺火 铺下了你 让你感动 对待你所有的事没有犹豫 你还有一分感动的话 就特别希望您能坦诚 您说我就下定决心了 我愿意为你放弃一些 让动一些什么东西 我也要跟你在一起 但是我希望您也能 为我放一些什么东西 坦诚是什么 说出自己心里真心所想的 您告诉人家就行 您我没什么好说的 五十年了吧 您一直坚持 您自己的那个东西 坚持了一辈子 那我不能让您现在改啊 也改不了啊 所以您自己琢磨 好吗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年 我觉得她 为了我们这个家庭 付出了态度 每天看着为我 做这做那 她的背影 我打心里感觉到心疼 少年夫妻老来伴 我都想不到 我这个年龄还会有伴 我觉得应该珍惜 就说这么多 我是觉得她应该 多懂得去体谅别人 更能够有一些责任感 我也只能说这么多吧 谢谢两位 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视频 同学里面 请搜索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预测一下 难啊 我真没法预测这个题 但是我真的想要建议 建议 我是建议这个女士 自己离开 因为她永远做好人 但是可能永远得不到 自己想要的好的婚姻 我觉得其实 他们彼此是有需求的 这个不仅仅是现实 感情层面上 也是有很多 彼此能满足对方的地方 比如说这男士说 这个女生从不犹豫 这个女生觉得 在这个家里的安稳 我觉得希望他们都能出来 我觉得两个人 肯定都得出来 但是就是 你得自我破壳呀 壳太厚 我觉得他们都会出来的 虽然我也是希望 他们能够各自去找到 更适合他们的人 来吧 看结局 请开门 请开门 跟你说一句话 你得学会一些辫子 因为你过去那是你的爹妈 你怎么着都行 这个就是生活里面的一个 萍水相逢 生活在一起有感情的男人 所以你得学会变头 要不然我觉得你太累了 就是挺心疼的 一辈子 青春时光全部付给了 给予自己生命的老父亲老母亲 怎么开始能够获得幸福的时候 又自己又去找了一个 八十多岁家里面有八十多岁的一个老人 然后五十多岁一个 没有过婚姻生活 不知道怎么疼女人的男人的 我是真心疼你 我说句实话 行吧 那是你的选择 你好好对人就行吗 来我们一起见证 属于他们俩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来请亮灯 最后还得跟老黄托付一句 其实也挺难得的 就人生碰到这么一个女性 我特别希望您珍惜 好好疼疼她吧 其实像她这样的经历 你只要给一点 她就能全身心的都交给你 给一点嘛 不要那么小气嘛 好不好 好 谢谢 珍惜啊 谢谢两位请回 希望他们俩开开心心的 走完人生的 更美好的一段里程 因为这是中年嘛 无儿无女 对吧 两个人守着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先生 开心的去往前走 希望他们幸福 来了解